建築物出入口的位置 不斷竄出像是乾冰的煙霧 工作人員從建築物裡頭 依序要撤出 在過程當中 有人疑似體力不至摔倒 隨後竄出的濃煙越來越多 這起案件是發生在彰化路港 離岸封電計畫的彰化暗場 傳出了消防氣體外洩意外 工地現場的CO2二氧化碳鋼瓶 氣體外洩之後 有十多名的工人 吸入受傷或身體不適 趕緊通報消防 分別送往彰化與台中 兩地的醫院就職 執案單位隨後也到了現場 進行調查 目前現場停工處分 從消防通報的十四名傷患當中 其中有三人一度失去生命 跡象搶救之後恢復 執案調查人員也發現現場 鋼瓶總數有兩百六十二個 公安意外的發生原因 還需要進一步調查釐清